女人未婚先孕 身怀百亿总裁的孩子 却被无知父母当野主 不但逼他打胎 还要替绿茶妹妹嫁给半身不随的废物少女 于征一气之下与父母断绝关系 出门后拨通了孩子他爹的电话 男人盛景平身嫁百亿 却要靠相亲找老婆 而第一次相亲 竟然就被人下了美滋滋 情急之下随手抓了一个女孩 骗他说自己醉酒 让他帮自己开酒店 结果不小心拿了女孩的衣席 于征直接开门见山 就问他还记得一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吗 大佬表示自己当然记得 不过要见面聊 随即便命人查一下余甄的绅士背景 很快女孩的背景资料都一目了然 盛景平满意的点头 绅士背景单纯 看来那晚的事应该不是算计 女孩一身白裙坐在他身边 这副单纯的模样 令他非常满意 怎么证明你是当天那个女孩 只见长相清纯的女孩竟然说起了骚话 我胸口有颗红质 盛总当时好像还挺喜欢的 盛景平回忆起那一幕 耳根肉眼可见的红了 一时间害羞的说不出话来 余甄仔细打量着男人 你还挺帅的 吸音不错 够格做我孩子的父亲 闻言盛景平脑袋猛的炸台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应该是吧 盛景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带他去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 他看着手上的化验单 是抑制不住的狂喜 四周了 我真的喜当爹了 直接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余甄表示自己不是来做交易的 只是觉得他有权知道这件事 宝宝的监护权规五 你可以探视 盛景平才不会像他 直接结婚 他不可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变成私生子 你知道私生子要面对多少恶意吗 余甄没想到表面光鲜烂力的盛景平 竟然有这样悲惨的经历 好吧 他妥协了 为了孩子 他答应跟他做名义上的夫妻 盛景平当即就要拜访未来岳父岳母 余甄却说他们不配谈自己的婚事 随即两人便直接去了明镇局扯证 出来以后余甄便你左我右 会一会一袖准备不留下一片银财 然而盛景平怎么会放过他呢 新婚夫人第一天想往哪跑 随后余甄便跟着他回了别墅 余人们站成两排 毕恭毕敬地迎接他们 盛景平当中宣布道 这位是余小姐 也是我的太太 从现在开始 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女余们小声嘀咕着 盛先生从未带过女人回家 这小姑娘真是有福气啊 女人被路人骗进酒店痛失一血 一个月后身怀百亿总裁的孩子 却被无知父母当野种赶出家门 本以为无家可归的她 却被总裁领回家做了少奶奶 工人们小声嘀咕 盛先生从未带过女人回家 这小姑娘可真有福气 盛景平扫了一眼 桌上的菜立即皱眉 虾肉性寒 孕妇可以吃吗 张妈连忙解释 先生您放心 白酌虾是补钙的可以吃 补钙的吗 这小丫头细胳膊细腿的 一看就知道需要补 盛景平当即开始包虾放到余甄碗里 女孩当场愣住了 外界传闻盛景平不好女色 包虾真是她这种直男该有的行为吗 余甄刚吃第一口就两眼冒光 哇塞 这也太好吃了吧 再来一碗 男人专注的帮她包下 暗想这小丫头还挺好痒 然而没意会她就直接压麻呆住 余甄竟然一口气干了十碗米饭 简单的饭菜都能满足成这样 她以前到底过的什么日子 盛景平突然好心疼小姑娘 让她以后想吃什么 尽管跟管家说 不用委屈自己 余甄肝尬的挠了挠头 其实自己平时不吃这么多 就是今天太饿了 晚饭后 盛景平当即让下人给余甄 很好怀孕不用远房 否则天知道这个固执的家伙会对自己做什么 余甄长相单纯又很乖巧 余人们都非常喜欢她 而房门关上后 女孩却掏出一把黑不溜秋的玩意 偷偷藏在床底下 谁能想到长相清纯的她 竟然是特工排行榜第二的杀手妹 而盛景平并不关心这些 她只关心余甄是否真的怀孕 毕竟自己体质特殊 普通医院的检查结果不可清醒 此时手机响起 阁下 您下午送过来的血液样本已检测完毕 恭喜阁下 终于找到基因与您匹配的女士 盛景平松了一口气 谢谢 她的身体怎么样 孩子的健康能保证吗 一督某研究所中博士受宠落惊 盛景平这样的大佬竟然对她这么理由 夫人的身体状况良好 您和夫人只是基因与普通地球人不平 并不是有缺陷 生出的宝宝会异常优秀 魂言盛景平连忙道谢 赞助经费三天之内到账 随即挂断电话关机 男人嘖嘖称奇 也不知道谁那么好面 竟然能怀上这位大人物的孩子 然而此时 助手急冲冲拿着一份报告出来 博士 下午送来的血液样本有变化 我们怀疑是特殊基因所呈现出的假性怀孕反应 只见博士懵逼当场 哪泥 竟然没怀孕 他赶紧拨打盛景平的号码 然而电话那头只有无情的提示音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下一秒博士瘫软在椅子上 仿佛灵魂被抽空了 果然 那种大人物的私人号码是他能拥有的吗 他的权限不过是一次性而已 完了 连燕哥运都能出错 我没脸见人了 助手疑惑道 博士 委托人究竟是谁 你好像很重视的样子 博士推了推进片 你听说过第九军团吗 新婚妻子竟然在床底下藏枪 而男人对此毫不知情 并且闯进女孩房间将人给床冬了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我是说结婚聘礼 余真死死的捂着被子 我还穿着睡衣衣怎么就进来了 没什么想要的 表面夫妻而已 我不想占你便宜 而盛景婷却脸色突变 盛太太 我对这个婚姻是很重视的 请你也别当儿媳 女孩还沉浸在暧昧的气氛中 一声说道 好吧 去买什么都行 而下一秒盛景婷却通知商场 高档女庄区立即清场 再安排两位时尚买手过去 余真压麻呆住了 我撤草混母娘 这是去逛商场还是皇后出巡呢 我自己去不行吗 盛景婷也不勉强她 直接驱车带她去商场 然后留给她一张黑卡便离开 但余真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只想低调点 却招来绿茶无情嘲讽 姐姐一身的地摊货 买得起这里的东西吗 余真想起妹妹从小就爱抢自己的东西 感觉趁机戏弄一下她也不错 只见她不急不慢的增速店长 把他们赶走 反正他们不像是来买东西 随后拿出自己嫌弃的要死的死亡发鼻子 就这件 麻烦包起来 余茶茶哪里受过这样的嘲讽 当即就窜多闺蜜去请 这件衣服我也看上了 我出双倍价钱 余真轻扯嘴角 恭喜这位小姐喜提死亡 八笔粉孕服装一件 你的卡呢 钢端该不会是吹牛 实际上买不起吧 傻辈闺蜜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摆了一刀 气得脸色比试了石金翔更难看 她硬着头皮把卡甩给店长 我当然买得起 余茶茶茶言茶语道 文文只是关心余 你为什么要这样整她 余真笑得更灿烂了 因为老娘心肠歹毒呀 两个傻辈气得脚趾把鞋底都抓破了 然而更气得是 买单时才发现 这件难看到吐血的死亡八笔粉 竟然要十七万 就这一下钱包就瘦了三十多个W 余茶茶不甘心 竟然打听起刚刚和余真一起的男人 是不是年纪很大 店长小姐姐恨不得甩她一脸傻辈 竟然污蔑他们家帅气多金的盛总是油腻老 那就将错就错吧 以后有她被打脸的时候 是的 不但年纪很大还特别丑 文言余茶茶暗训 原来余真肚子里怀的是油腻老男人的孩子 他这辈子算毁了 休想再进余家大门 回到圣宅 余真还没下车就看到红彤彤一片 管家笑眯眯的表示 这是先生吩咐的 余真呀麻呆在原地 呃 这审美真是一言难敬雷 先生考虑到您家乡的风俗 特意采取中式装扮 您满意吗 余真抽了抽嘴角 竟然是自己的锅 满意 挺满意的 这还没完 当他踏进大门 有数玫瑰花瓣从天而降 余人们齐声大喊夫人新婚快乐 更无语的是 他推开房门 却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 管家突然窜了出来 夫人见谅 房间里的东西送去消毒了 这周委屈夫人和先生一起住 您不会介意吧 余真却笑眯眯的说 我非常介意 而此时西装革履的盛景亭 抱着一束玫瑰花站在门口 我们俩已经结婚了 是合法夫妻 你为什么不搬到主卧去跟我一起住 女孩智商堪比爱因斯特 徒手可以扛起原子弹 而无知父母却把他扫地出门 只因高考完他就怀孕了 但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他是高考状 并且怀的是百亿总裁的孩子 总裁要求他搬到主卧跟自己住 余真一下就懵了 盛先生 我们不是假结婚吗 空气突然冷得可怕 你说是就是吧 我去洗澡 余真刚回房间才悲催的发现电量飘红 而充电器落在了盛景亭的房间 王者少女怎么能离开充电器呢 盛先生 你在吗 过了好一会 他才打开门 单手扶在门框上看着他 有事 他已经脱掉外套和领带 白衬衫解开了三颗 余真赶紧一开眼不敢看 我我拿充电器 他百米冲刺跑去阳台 结果落地玻璃门一打开 猛烈的狂风惯了进来 砰的一声房间门被封堵上 此时他尴尬的脚趾都抓破鞋底 伸手想开门 结果用力拧了好几下 竟然纹丝不动 盛景亭站在旁边暗小 这是高科技智能锁 必须指纹和密码才能打开 他能拧动才怪 然而下一秒余真使劲印 咔嚓一声门把手断了 我我不是故意的 这东西质量有问题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疯狂的警报声传遍别墅每一个角落 盛景亭比他更无语 多国总统府同款门把手 质量竟然这么差吗 这不是你的错 的确是质量有问题 管家在门外焦急地喊道 盛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盛景亭语气冰了 门把手坏了 快去一楼监控室查看一下 随即摸了摸余真的脑袋 暴力破坏会激活别墅的防弹玻璃墙 我们被锁住了 半小后管家带着哭腔认阻 对不起盛先生 我一着急输错密码 门被彻底锁死了 我已经联络了技术人员 他们承诺会在八小时内解锁 盛景亭连眼皮都没有抬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扣一年工资 余真却差点哭出来 就不能快点吗 八个小时 他今晚必须在这过夜吗 盛景亭注意到他崩溃的表情 嘴角牵起一抹邪笑 啪的一下把人堵在门上 怎么 怕我吃了你吗 余真心里欲哭无泪 什么垃圾技术人员 他一小时就能搞定 盛景亭又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 我去洗澡 你先睡吧 见小姑娘睡觉竟然踢被子 盛景亭无奈摇摇头 准备帮他盖好 此时熟睡的少女突然惊醒单腿 偷住他的药 翻身将他反制在床上 盛景亭当时就懵了 他可是第九军团的指挥官 竟然被小姑娘徒手放倒了 余真终于清醒过来 这是特工的本能反应 没想到新婚之夜就把老公给揍了 盛景亭一味深长地盯着他 身手不错 余真尴尬地低头 哪里哪里 我以前在安保公司工作过 男人遇上心动的女孩 就会散发出特殊的体香 具有催情效果 这也让女孩痛失了第一次 一个月后女孩怀孕 两人都想留下孩子 便直接去了民政局扯证 此时新婚妻子压在男人身上 令他积极向上 自己明明从小就受过抗诱惑的训练 然而在这小丫头面前 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女孩余真又一次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她一个机灵与男人拉开距离捂住口 男人疑惑地嗅了嗅自己 我身上有味道吗 余真气鼓鼓地控诉道 嗯 你身上的味道有催情的效果 突然那一吻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 凭什么跟你在一块 盛景亭尴尬地垂眸 对不起 我再去洗个澡 她再次怀疑自己是个禽兽 小丫头比她小十岁有名呢 而且是个孕妇啊 第二天早上 余真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小余 你今天能上早班吗 余真迅速起身 当然可以 马上过去 盛景亭清醒过来眉头紧索 我的太太不需要出去打工 余真感觉有被冒犯到 这是跟余家一样觉得自己打工很丢人吗 盛景亭遗不过她 想去就去吧 待会我开车送你 余真刚收拾完 就收到盛景亭的恩多个5200的红包 盛先生 您什么意思 零花钱 余真抽了抽嘴角 她是缺这点钱才去打工的吗 还有这真是直男该有的行为吗 叔叔明明挺会撩的 余真曾经像田狗一样黏着的三哥 此时找到了她打工的地方 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好端端的大小姐 非要来这里看人脸色 余真假装不认识她 请你别打扰我工作 此时店里的阿姨好言相劝 您的奶茶已经好了 在骚扰我们员工 我们可要报警了 余浩怒吼道 我是她哥 我是来带我妹妹回家的 余真简直要被气笑 回来半年 她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她妹妹 现在想认 可是已经晚了 只见余浩扯着余真就想强行拽回去 你再不回去 雪薇就要嫁给那个残废了 余真就知道是这样的 她直接将奶茶泼她脸上 这才是你来找我的目的 你心里只有余雪薇一个妹妹 你们余家再敢来打扰我 我弄死你 各无人管 女孩露出令人毛补所男的眼神 把余浩吓得连滚带的溜了 余真 你给我等着 说好的假结婚 可盛景廷却提前就来借余真下班了 你没有更体面点的衣服吗 余真瞅了瞅自己 她觉得这身地摊货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够普通 她一个身价十亿的特工仇家多 不允许高调 俗话说装逼遭雷劈 逼掉狗万年 半小时候 车子驶入盛家老宅 余真懵了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豪门 所以你今天是带我见家长的 不是假结婚吗 要不要搞得这么正式啊 说话间 管家已经朝他们行李 大少爷 老爷说他不想见你 盛景廷淡淡开口 无所谓 如果他想免了孙媳妇查的话 管家再次通报后 老头子才让他们进门 老头子见余真便冷哼道 你也学你吧 专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 然而余真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直接回怼了回去 盛先生 您为什么要带我见不三不四的长辈 老头子的脸都被气绿了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这辈子都别想进盛家大门 余真冷笑道 按照我国婚姻法 男女双方自愿就可以领证结婚 老头子瞬间被怼得哑口无言 余真完胜 他以为妻子乖巧可爱 穷苦没人爱 殊不知他身价十亿特工团宠 强大到变态 高考零分其实就是爱装菜 然后狠狠打脸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逼逼怪 盛景廷第一次带余真见家长 就被老头骂无知没叫扬 殊不知马上打脸啪啪作响 老头偏心眼就疼不学无数的二双眼 听说人来了马上让人上碗筷 盛景廷不急不慢开口 自己上个月就是被他找人下杀手 余真现在怀有身孕 如果打他主意 不介意直接帮他买木地让他咯屁 老头子盼重孙盼到白发白了又买 文言马上让老二给爷爬走 老二不学无数 开口便是薄翠问候 盛景廷的祖宗十八代包括自己也不放过 王八高子砸肿 有肿出来单挑 你是大算呀 还要人挑 余真决定教他好好做人 没过一会只听一声惨叫 谁 谁他妈把花盆丢下来 紧接着就是梯里啪啦 老二多闪狼狈 这还没完 这一次余真又给他准备了一盆水洗洗他的臭子 哗啦啦 人目狗样的老二透心两腿飞眼 如果没叫一个快 顶楼上的余真 这才变回人畜无害的小可 给仆人红飘飘 给您添麻烦了 麻烦打扫下 老头子被余真惊呆当场 还是继续骂他没教养 谁知打脸啪啪作响 余真小可爱人畜无害的表态 开口便是牡丹为子贵妃醉酒摇晃 不小心碎了几盆 回头给您赔偿 余真一阵装逼 再次弄得老头懵逼 小丫头竟然懂牡丹 莫非是名门千金 临走前又是给余真塞红包 又是收购母婴公司要以余真的孩子命名 余真也懵逼当场 本来以为只有盛景廷是宠蛙狂魔 没想到这老头才是王者 然而这还没完 盛景廷表示只要余真生下虫孙 爷爷还会给孩子还与鸡胖孔子 余真再次懵逼当场 一不小心自己身价又长了几个亿 他也终于明白盛景廷为什么没有放婚 原来是当心二叔一家会对自己下杀手 可惜敢打他主意 那就是老硕心上吊贤命长 从盛宅回来后 盛景廷是直接把余真抱回床上的 生怕他磕到半岛 余真撇过了头 怎么跟我爸一样 盛景廷表示自己比他大十岁 可以直接叫他叔叔 余真无语吧 他这是什么恶趣味 哪有让自己老婆叫自己叔叔的 转眼到了公布高考成绩当天 盛景廷拒绝了所有事情 火急火燎就下班了 他要去查高考成绩了 员工们压麻呆住 这也没听说盛家有人参加高考呢 难道是亲戚家的小孩 只有助理一阵无语 要是让他们知道参加高考的是盛太人 会不会把盛总当变态呢 然而当他看到余真的成绩就猛逼了 竟然全部挂灵蛋 说好的高智商强大牛逼很变态呢 他以为妻子乖小可爱穷苦没人爱 殊不知他身价十一特工团宠强大到变态 高考零分就是爱装才 然后狠狠打脸那些狗眼看人逼的逼逼怪 大叔一查余真成绩就操蛋 竟然门门挂科是灵蛋 未来孩子智商堪忧怎么办 余真一看也有门 自己明明卡着分数线 到底是谁TM动了老娘的考分 仔细想想筹家有点多 一时半会也猜不出个为什么 大叔见他如此才 还是得给他找十个补习老师复读爱 余真感觉自己被抽空 还要读高三是个什么东东 此时手机铃声嘎嘎作响 原来是清华北大想要把他抢 大叔这才知道妻子不菜而且很能耐 说罢就带人去高档餐厅吃火锅 余真一不小心吃的有点多 去洗手间就被绿茶和他的狗腿自动 这货可可爱爱就是没脑袋 开口便讽刺余真被老男人包养过的还挺挺 余真鸟都不鸟 反正这两货都是傻鸟 BB怪感觉余茶叉考了600分很能耐 非要拦着余真跟他来比赛 余真也很无奈 表示自己门门兜才 就是比余茶叉厉 BB怪不信你他娘一个比方班 最多300分 真的分数比他高 我就把自分抛 不但跪下喊你叫爸爸 还要给你唱征服 反过来你若输 也得跪下给我唱征服 就问你敢不敢赌 余真双手一抱狠话意料 已经在心里默默给他上了注箱 BB怪脑袋懵 完全没把余真当根葱 抬手便将赌约发送校内群 生怕余真反悔跟他平 全校师生都觉得余真太惨 根本不配跟余茶叉比赛 甚至骂BB怪太坏 这种打赌就是耍无奈 余茶叉更坏就想看看姐姐出丑 直接拿出请柬 让她来自己的庆宫宴瞅瞅 余真也不傻 这货看不起自己 想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查考分 只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少女 余茶叉更懵 完全看不通 非要请余真去庆宫宴 不然就让全校知道她未婚先孕 好歹姐妹一场 余真本不想让她被打脸 既然她非要做 那也没啥好说 这对父母很偏心 从小就疼假千金 真千金门门都惊 他们始终拎不轻 听说怀孕把人抛 卧槽父母挨千刀 总裁大叔体力好 把她捡回家当宝 转眼到了庆宫宴 假千金穿着体面 全场高定有点飘 同学老师一乌捞 余真一脚把门踹 你想让老娘送菜 老娘让你转 就要当众把你踩 余真让她还遗物 她表演泡茶技术 什么遗物没见过 余真当众掉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在 看你还怎么耍赖 眼见宴会要泡汤 假千金继续在装 亲生母亲实在坏 要保安把余真踹 余真这样也不哭 让假千金还佛珠 假千金猫尿挤出 闺蜜才甩出佛珠 余真接过便要走 逼逼怪却不放手 给我当众茶考分 输了叫爸爸归孙 众人怕余真反悔 吃瓜的一起开怼 假千金泡茶真会 我原谅姐姐别跪 余真真的有点麻 他怎么能这么差 其然这么喜欢做 那余真也不想拖 卧槽考分实在拧 门门铃蛋装个球 亲爹感觉把脸丢 滚回家去不知羞 哐当一声锣鼓响 金榜提名中大奖 校长主任大排场 哪个女儿上了榜 同学闺蜜实在菜 这都看不出好赖 校长也实在是懵 握住余老爹不松 他不说余真全名 让全场自作多情 余茶茶牛逼轰轰 六百分状元神通 余真感觉很无奈 老娘想继续装彩 他本想提前顿走 谁想余茶茶太抖 盯着他不让他走 非让他留下吃瓜 校长邀请人上台 绿茶飞快走上来 台下父母掌声急 校长握手把名提 余真同学考试王 金榜提名状元郎 此话一出全挑蒙 绿茶装得喇根葱 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父母 看不起自己的亲生女儿 独宠贾千金 然而打脸总是猝不及防 公布高考成绩当天 贾千金站在台上 校长却恭喜他们看不起的余真诚高考状元 这让贾千金当众出仇 简直像个笑话 所有人脸色古怪 甚至没人知道余家有余真这个人 班主任尴尬地将余真拉上台 校长您认错人了 这位才是我们班的余真同学 余真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成了全场的焦点 校长嘴角抽了抽 呃余同学 你的庆功宴怎么穿得这么寒酸 余真瞥了一眼余茶茶 您误会了 这不是我的庆功宴 是这位余雪薇同学的 班主任简直被逗笑了 千六百多分一抓一大把 有什么好情绪呢 随即狠狠数落了一番余真的便宜 父母不关心余真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会被一个臭教书的在酒会上公开骂 众人狠狠被打脸 原来余真不是考零分 而是分数太高被评递 校长当众将学校准备的 一百万奖学金递给余真 而余真反手 却将这一百万给了便宜父母 他要当众跟余家断绝关系 这一百万就当报答父母的生养之恩 父母当即就震惊了 本以为他会当众数落他们 然而他竟然是当众要跟自己断绝关系 想到自己刚刚竟然当众骂他 不要脸丢人心 这回却给自己跪下磕头了 而且将一百万给了自己 余真的大哥也震惊了 他以为余真是回来跟他们争家产的 而他现在这样不就一无所有了吗 他不知道 他们一家都被假千金的查一片了 让他们对余真产生了太多物件 最后余真将三颗转运珠交给母亲 承诺一颗代表一个愿望 只要不违背法律道别 自己会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他提醒母亲 对身边人留个心眼 母亲也惊呆了 没想到他竟然一直保存着 自己当年送给他的东西 余真最后当众宣布 自己三岁被拐卖 十几年的缺失 让他无法融入这个家庭 父母膝下已经有乖巧的娘女 今天开始他与余家正式断绝关系 做完这些他一脸坏笑的看向逼逼怪 赵小姐你说了 现在跪下叫爸爸吧 我喜欢看人自删耳光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赵文现在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一样 明明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前二十名 还要跟我打赌 你简直恶毒 余真冷笑道 我恶毒你第一天才知道吗 赶紧的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帮你 赵文咬牙切齿地抬手 一蚊子拍在自己脸上 声音太小听不见 跪下 叫爸爸 直接余真猛地一脚踹向赵文的膝盖 让其跪倒在自己减下 随即居高临下道 早就提醒过你的 不租就不会死 你不是非要赌吗 你不是非要我留下看好戏吗 现在这出戏好看吗 女孩是高考状元 却被同学嘲笑成学渣 并且拿考分打赌 输了的跪下叫爸爸 他们甚至准备了庆功宴 想让女孩余真当众出仇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得出点意外 那同学输得一塌糊涂 此时余真一脚踩向赵文 跪下 叫爸爸 不叫也没关系 自扇一百个耳光 这时就一笔勾销 赵文跪在地上咬牙切齿道 我就不 有种你自己动手 当即就一而是场上去 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要求 他打累了才拍了拍手掌 哎呀手疼 暂时放滚 赵文被打哭了 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突然服务员推出一个蛋糕 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恭喜于雪薇小姐京岛平民 在场无人鼓掌 雪儿代之的是一阵吐槽 于家人脑子瓦特了吧 两女六百分给他全身高定带王冠 亲生女儿是高考状元 却完全不被重视 他怎么这么不要脸 还有心情吃蛋糕 于雪薇感觉颜面扫地灰溜溜地逃离了现场 于家父母被人指指点点 还在懵逼状态 只有于家大哥似乎正在觉醒 他追上了于真想要表达自己的歉意 希望于真可以跟自己回去 而于真却拒绝了 并且说了一些之前懒得提的事情 于雪薇假装肚子疼 你们就屁颠屁颠送他去医院 把我独自扔在酒店门口 导致我未婚先孕 还有考虑宗那天早上 于雪薇的二逼找不到 于夫人就逼我把自己的铅笔给他 之前他真心想融入这个家 所以他什么都忍了 可如今他对亲情不再抱任何希望 大哥突然回想起那天晚上 他看到于雪薇偷偷把二逼掰断 难道雪薇真的有两副面孔 此时于真感觉好郁闷 沾上于家人就倒霉 他买了十盒酸奶和两大啤酒 回家后就直奔别墅的梁亭去了 管家表示他劝过呢 但是没用 现在只有盛先生能阻止太太 盛景亭赶到梁亭的时候已经晚离 浓浓的酒味扑面而来 丫头胆肥了竟然敢喝酒 他到底知不知道孕妇不能喝酒吗 于真懒洋洋的举起手上的酒 并没有要停的意思 盛景停气的把人摁在街上 噼里啪啦一阵抽 只见于真瞬间傻眼了 这也太羞耻了 这个怪大叔竟然打他屁 我不 文部 他堂堂特工不要脸的吗 我没有喝酒啊 作为特工头可断血可 被人当作三岁孩子按在桌上打屁股 是怎么回事 男人是特工界大老师身价百亿的总裁 却意外闪婚了一高中生女孩 他以为妻子乖巧软萌一推倒 后来小丫头徒手拆炸弹大杀四方 众人哭泣 求你管管你老婆 盛景停表示我老婆很乖 肯定是你们欺负他 此时于真傻眼了 这也太羞耻了 这个怪大叔竟然打他屁 我不 臀部 他堂堂特工不要脸的吗 我没有喝酒啊 我喝的是酸奶 于真火辣辣的屁股坐在大叔膝盖上 把啤酒罐往他嘴里送 不信你尝一口 我只是清空啤酒罐 把酸奶倒进去喝 大叔闻了闻 果然一股浓浓的酸奶味 浪费东西同样要挨打 酸奶喝多对肠胃不好 于真委屈巴巴的小模样 让盛景停忍不住 把人往怀里带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然我现在就派人去查 于真沉默两久才把自己公开 跟家里人断绝关系的事情说错 从今以后他就是一个人了 盛景停宠溺地揉了揉小丫头的脑 于真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 现在是有妇之妇 有我的地方 孩子未免也牺牲得太大了 于真回到房里 就看到校内群全是关于自己的消息 赵文竟然在网上散播 他是作弊状元 于真无语 我就知道得罪赵文这样的小人 准备好事 他轻看一声 只能亮出自己的第二个马甲 黑客联盟里大名鼎鼎的看 就是他 只是他做梦都想不到 此时盛景停也在房间里 飞快敲打着键盘 当他黑进国内最大媒体平台的系统 开始扫描漏洞时 突然一行代码跳出来 怎么还有一个人也在扫揍 他娘呀 我这么点被骂 正好撞上管理员修复漏洞 这两货相见不相识 为了夺得控制权 都在疯狂删除对方的代码 于真气死了 抽空点开对方写的程序 想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只是当他看到那串代码时 整个人就一抹了 那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体 于真回忆起三年前 当时有一群海盗 劫持了一艘再有一万人的豪华邮轮 全世界安全部门纷纷派出 顶级飞客追踪这艘游轮 他好不容易追踪到游轮的位置 竟然被替那个挨牵刀的劫胡了 结果害他被罚了半年奖金 后来又发生过不少事 于真对这祸恨的咬牙切齿 没想到这么快又撞到这个死仇 于真直接攻破对方的程序 留下一行字 T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尸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带你 对方很快回复道 Kide 好久不见 阿佩 谁稀罕跟你见 走开 不要妨碍我做正事 T表示我也有正事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于真飞快地丢出木马 他丢一个盛景亭就扇一个 两人足足僵持了半个小时 于真终于提取到管理员权限 他二话不说就把TT出去 接下来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列为禁词 任何人发布相关的消息都会404 盛景亚麻呆住了 本以为帮于真屏蔽关键词很简单 没想到会碰上死对头片 他不是已经退影了吗 怎么会突然跑出来攻击一个信息平台 盛景亭丹下一杯82年的冰水 回到电脑前继续查漏 他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干嘛 刚进去盛景亭再次被踢出来 于真甚至向他的电脑发起攻击 防火墙自动启动 屏幕上跳出无数窗口 咱俩也好久没有较量了吧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攻破我留下的防火墙 盛景亭一阵无意 此时管家正好敲门 先生 药膏给您准备好了 盛景亭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老年人手速 对方的黑客技术确实在他之上 一时半会儿肯定破解不了 还是先去给媳妇的屁股上药 他接过药膏 于真吓了一跳 盛景亭当时就脸黑了 你干嘛 不知道孕妇不能玩电脑吗 于真更无语 万一让他看见自己正在入侵别人系统 他该怎么解释 夫妻俩都是顶级飞客 可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并且偿了死对头 男人盛景亭在妻子入侵系统的时候闯了进来 妻子为了维持乖巧可爱的人设 竟然挽起了儿童编程 盛景亭并没有怀疑 只问他都学到什么了 于真趁机吐槽自己的死对头 我听说有个交替的飞客 技术差人品差还长得巨丑 盛景亭呀麻呆住 自己竟然被可爱的老婆嫌弃了 他只好改口指了指一旁的床 去躺下 给你上药 于真感觉太羞耻了 耳朵有点发疼 你给我吧 我自己来 盛景亭一本正经的说 你看得见吗 于真只好乖乖趴到床上抱怨 谁让你打我的 现在还火辣辣的痛 下一秒盛景亭的指腹来回在他皮肤上打圈 于真像小猫咪一样哼唧唧的享受着 小丫头小妖挺细 屁股也挺翘 画面已经够刺激了 再加上他可爱的哼唧声 盛景亭羞涩的转过了头 可以了 他忍不住想起那一碗香烟画面 赶紧放下药膏离开了 留下于真一脸懵 他怎么气息怪怪的 一日一辆限量版林肯平在于真打工的里 盛老爷子带着无数保镖出现在店里 于真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老头该不会甩一张支票 让自己离盛景平原点吧 然而他想错了 只见老头子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热情的不像话 蒸蒸啊 你竟然是省状元啊 这么热的天 你怎么还在打工 于真压麻呆住了 他怎么跟上次的态度来了个360度转变 管家 给大少奶奶打一百万零花钱 下一秒叮咛的丈夫造账一百万年 于真无语了连忙解释 我不缺钱 打工是我的爱好 老头子鸟懂 管家 把这家奶茶店买下来送给大少奶奶 于真终于受不了这个刺激小声道 圣老先生 谢谢您的厚爱 您有话直说 老头子痛心疾首地说 哎 我们老圣家虽然有钱 实际上代代都是粗人 于真疑惑道 不会吧 圣先生看起来挺有文化的 景庭啊 还行吧 不过说到底就是个军品 则则 网夫 我从来没有被学校表扬过 每次一请家长 我都是去挨训的 呃 这真的不是高级凡尔赛吗 于真哭笑不得 连忙说同事们对自己很好 他真的可以打工 谁想下一秒老爷子使了个眼色 管家便挨个给余甄的同事发了一个W红包 男人是个炫娃狂魔 可他没有娃 只有一个高考状元老婆 这天见扫地大妈正在给同事们发喜堂 庆祝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华夏大学 男人圣景平瞬间便加入了炫娃阵营 我家小孩也参加了高考 是省前20名 清华北大为他抢破头了斗 这可把秃头大妈吓坏了 这不是他们手段很利的冷血总裁吗 听说得罪了他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连连点头试试试 这是666普拉斯 突然大家感觉哪里不对 总裁30岁哪来的小孩高考呀 盛景平也意识到刚刚说错话了 连忙改口是亲戚家的小孩 扫地大妈赶紧拿起一份报纸恭敬的递过去 盛先生 您亲戚家小孩叫什么名字 今天刚公布了前20年 高考状元是这位于真同学吗 盛景平猛的借过报纸 谁 于真 于真竟然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这成绩实属一天 他盛景平的态度 竟然如此优秀 他当即叫来了特主 立刻安排一个豪华宴会厅 准备办庆功宴 特主一轮弯逼 啥子事情哟 盛景平一脸得意地炫耀道 我老婆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李宗满分 特主抽了抽嘴角 可外人如果知道夫人才刚刚高考 大家可能会把您当成变台的 而且您不是要保护夫人吗 若是真办了庆功宴 那夫人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 盛景平食指交叉放在腿上 好整以侠地盯着他 特主被看得心里发毛 小心翼翼往后缩了紧 我我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哼 盛景平冷哼一声 拿起手机查询 年轻女孩子喜欢什么礼物 得到答案后 他赶紧给管家电话 夫人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李宗满分的那种 现在给他准备礼物 衣服包包和首饰装满 隔壁客房就行 特主差点惊掉下巴 盛先生这是炫耀无门 都找到管家头上去了 突然总裁又把视线移到他脸上 我太太是高考状元 助理心里亚麻呆狗蛋 原来自己也是被炫耀的对象吗 恭喜盛夫人金榜提名 盛景平终于满意了 嗯 去准备洗堂发给大家 就说我家小姑娘是高考状元 各住做梦都没写 一向低调的盛先生 竟然是个炫奇狂魔 如果让第九军团的弟兄们知道 大魔王的仪式凶名 肯定要毁于一旦 而此时盛老头子 已经打算从兰斯帝国皇家医院 聘请两位王室的 专用妇产科医生 照顾于真生产 为了让于真跟他回盛宅住 家里的佣人也得换一批 管家掏出小本子询问道 大少奶奶 您喜欢哪个菜系 对庸人的肤色有要求吗 于真一阵无语 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 他答应了吗 这还没完 盛老头表示要把八大菜系厨师 都请回家 西餐东南亚菜系厨师也得请 还有医生月扫 于英式保镖司机营养师 飞行员也不能少 于真很无奈 医生说我心里很脆弱的 您如果找这么多人来给我压力 搞不好就会流产了 老头子文言赶紧退让 好好好 都应理 你想怎么样咱就怎么样 此时盛老头的老朋友 主动上前打招呼 老盛啊 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孙女 刚被南详录取 过几天就要办庆功宴了 你可要来啊 盛老头笑得比他还灿烂 也把于真拉到身边 这也是我孙女 本届高考状元 李宗满分的学霸 什么大学都抢着录取他 这几天我家也要办庆功宴 记得备份后理由 老友疑惑的看了于真一眼 以前怎么没听说 你有这么个孙女 刚认的 干孙女 老头子脸上笑呵呵的 心里也非常得意 他可没乱说 于真肚子里的宝贝 就是他老圣家的血脉 老友不明情况 轻蔑的嗤之以鼻 这老家伙是想出风头想疯了吧 竟然强行把高考状元 收来做干孙女 他们的孩子都在肚子里打酱油了 可是男人却连妻子于真的 一根手指都不敢碰 然而四分之一住相后 他就会强行跟于真拉丝 于真刚回房间 就发现里面堆满了 名牌包包首饰衣服 有些光单价就是八十八万 所以这一屋子名牌 到底花了多少钱 自己跟他只是假结婚呀 于真真的不能接受 等他回来必须说清楚 盛先生工作辛苦了 吃晚饭了吗 于真贴心地将拖鞋递给盛景廷 整个人甜得不像话 男人不由地浑身酥麻 吃过了 今晚有个重要饭局 于真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 随后拿起一颗葡萄送到他嘴边 那盛先生 再吃点水果 好吃吗 小丫头今天太奇怪了 他平时可不会第三下四讨好的 有话直说吧 把这无辜的大眼睛 您怎么知道我有事求您 盛先生 谢谢您今天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盛景廷老脸一红 这就是他向自己撒娇的原因吗 看来网上说的果然没错 女孩子都喜欢衣服首饰包包 如果天天给他买 那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他向自己卖萌 然而下一秒于真就打断了他的美貌 这些太贵重了 您能不能全部拿去退掉 难道高考状元不值得这样的礼物 于真伸出了小爪子 要不你给我账单 我把钱还你 还钱 小丫头到底当自己什么人 盛景廷危险的咪了咪咽 他挑起于真的下巴 强迫他与自己对视 于真 我是你的谁 是是是 是我孩子的父亲 是我合法的老老老公 但我们结婚只是为了给宝宝上户口 于真抬眸智问道 我们不是说好的假结婚吗 男人突然散发出可怕的气息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存在假结婚 结婚就是结婚 于真脑袋闪过无数问号 他一直以为结婚只是权宜之计 将来遇到合适的人 随时可以终止 没想到圣先生竟然一直当真的猛 于真还在懵逼状态 就被男人一把捞到怀里 看来圣夫人始终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那么我不介意帮帮你 小丫头小脸为红刚要开口 就被温热的触感完全覆盖 于真猛的瞪大眼珠 连呼吸都忘了 他他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占自己的便宜 自己跟他明明就是假夫妻啊 于真一把将十分投入的圣景廷推开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圣先生 你不能这样 男人勾起一抹邪笑冷声道 我是你的合法丈夫 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 我不介意跟你深入交流 深入两个字他故意用了重音 这次贴得更近了 于真的心脏正在疯狂蹦跌 小脸红得不像话 这还没完 圣景廷又凑到他耳边 轻轻嗓了一下他的小耳朵 看样子你很期待啊 妈妈妈呀 于真要疯了 他赶紧捂住脸 尖叫着往楼上跑去 房门关上后整整五分钟 他才渐渐平息下来 一直以为圣先生又老又古板 没想到撩起人来恐怖如斯 更恐怖的是 美国法定结婚一年内不得离婚 生完孩子三年内也不得离婚 于真已经抓狂了 他这是把自己卖给了圣景廷 而且是四年起 于是当天晚上他顶着两只熊猫眼 一直数星星到天亮也没睡着 一整晚那个吻都在循环播放 这可是清醒状态下的初吻呀